买乖宝宝学画乖 今天我要画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饮料 新冰乐 夏天我特别喜欢喝它 首先呢我们画一层小波浪 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新冰乐杯子口的宽度 我可能会画这么宽 然后呢我在这两个点中间画一点起伏的小波浪 像这样 下去了 上来了 然后最后把它连在这里 这是画的一个奶油 像这样 我们想从这儿滴露一点 再滴露一点 ok 这里我们把它连起来 糊过去 这里我们可以再滴露一点巧克力 接下来我会在它的上面画一层雪白的奶油 这里我给它斜插进去一根吸管 碎板 吸管口画一个椭圆形 下面呢它是插在奶油里的 所以呢它是软软的 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上奶油 奶油非常的厚 所以呢 光一层是不够的 我要在上面再加一层 这个画的是巧克力 再画一层奶油 所以你喜欢几层奶油呢 上面就画一个小尖尖啰 奶油就画好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要把它的杯子画出来了 杯子呢我没有拿尺 我打算继续用一根笔来画 画一个 杯口如果这么大的话 它的杯底肯定会窄一点 就是一个斜线 向里一点的斜线 OK 右边 你来一根斜线 OK 嗯 下来一点 然后这两个点在同一条线上 让我们画一个弧线 把它们连起来 我要给我最喜欢喝的新冰乐 加一个眼睛啦 土圆 爱心 小弧线 土圆 爱心 小弧线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说我要给他画一个非常开心的小嘴 微笑的小半圆 再加一个小舌头在里面好了 哎 非常的可爱 好了 我的戏冰乐就画好了 那我要给他们涂色啦 首先我要给他涂上 巧克力的颜色 巧克力肯定有棕色啦 可以给他留一点点 小高光之类的 先把高光的地方给他控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那个粗头的那边 去快速的涂满它 巧克力 把这个舌头涂到大红色 把这个腮红先给他涂出来 这个比没水啦 先画出形状吧 来把它咖啡的颜色涂上哦 这种杯子 边线和里面的饮料 都要留一个边线 OK 然后在里面 把这个颜色涂满就可以了 这里给他留一个小爱心吧 这个管子 你想涂什么颜色呀 我想涂一个 调纹绿好了 嘴巴里这个地方是要涂黑的 我可以选用一个深一点 比这个颜色深一点的颜色 来给他里面加一点巧克力 画一个这样的波浪曲线 可以先想好怎么画 把仪器合成 OK 这是他挂在那个杯壁上的巧克力 我们还可以选一个浅一点的灰色 去把它的这个奶油啊 去把它这个奶油的阴影面加强一点 让它稍微有立体感 让它稍微有立体感一点 上面这个形状好像头子呀 OK啦 那我们来学习新冰乐的英文怎么拼写啦 我们来学习新冰乐的英文怎么拼写 O Frappuccino 新冰乐 好了 现在是不是要赶紧去点一杯新冰乐喝啦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哦 安 eyelids 优优独播剧场——Yo Bell 或者雪老滑 超习新冰乐あります 有输人 我认为您们